好,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竹南運動公園囉 這邊就是竹南運動公園 這邊應該算是竹南啦,這邊不算頭粉啦 但是這邊 往左邊過去 就是頭粉運動公園啦 他們兩個兩個運動公園是連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比較常來竹南,因為這裡比較大 好,看一下喔,這邊就是竹南運動公園囉 這邊這個景色還不錯,蠻適合運動的 這邊運動場真的蠻大的,就很適合大家休閒的地方 台北好像沒有這種地方 有,大安森林公園 但是大安森林公園比較 對啊,台北比較多就是那種河濱公園那種 對,這邊就是一個運動公園 前面有操場可以跑步喔 欸,苗栗都沒有河濱公園 所以坐在這裡還不錯 苗栗沒有河濱公園 有啊 這邊房價比較高喔 就是 因為他面對一個比較大的公園 對啊 過 有這種吹法可以看 看這邊有操場可以跑步喔 然後這邊有很大空壁可以做一些活動 好像有 小孩子會在這邊溜那個直排輪 但現在沒有啊,因為現在是中午時間 就這邊啊 對啊 然後那邊有那個什麼,網球場嘛對不對 然後那邊還有籃球場 那人家籃球場是那種有遮雨棚的 風雨球場 那是打網球 然後那邊還有圖書館 對圖書館在那邊啊 是竹南鎮利 圖書館 李柯勇 拍笑 媽媽騎車 我要抱回來 媽媽牽一牽好不好呢 跟媽媽一起牽 不停 坐 睡 鱼 沈樱 有 好像有些 最可憐 為什麼會這樣 好像很卡耶 你看 這車子太小嗎 看這段路還不錯 很多樹蔭很適合散步 看這邊有沖沙區喔 裡面好像是垂球場 一個圍起來這樣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球場 裡面一個司令台 裡面寫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99 健康99 看一下對面那個建案 好像叫上品院喔 是很貴的 公園第一排喔 應該也是上千 好像是要上千萬嘛 這裡蠻久的 上品院 公園第一排 蠻高的 看一下上品院 公園第一排的建案 而且蠻貴的 大概要一千多萬 底下是一些商店 看一下 看一下 公園第一排 然後前面那個好像叫做造品酒店 是飯店喔 也蠻貴的 這些都是公園第一排 看一下喔 造品酒店喔 好 那旁邊那個好像也是一個建案 是住宅區 這也是很貴的 反正都是公園第一排 應該都要上千萬喔 在投奔這邊都要上千萬 算是很貴的 好然後我這邊上網查了一下 竹南上品院的這個交易成交價格喔 看一下這邊 2022年4月的時候 大概60 66瓶這個是 1690萬喔 他的建品是66 66瓶嘛 然後 我們插一下公園比 他的公園比是 百分之二十 26左右啦 26 所以 他的 自己可以使用的就是 百分之七十四嘛 讓我算一下 66 乘以0.70 所以室內使用的頻數大概是48頻喔 他這個應該算是 應該算是比較大頻 大頻數的建案喔 其實還不錯 然後這個好像他也是有漲價的喔 我們看一下 更久之前的 看一下他2015年剛蓋好的時候 66瓶就是賣多少錢 哇 才 971萬 差很多耶 差了大概600萬 那時候一瓶才 一瓶 單價差不多15萬而已 看一下現在 單價的時間是 25萬左右 差了五六百萬 所以 那時候買到現在就漲了五百萬喔 其實漲得還蠻多的 好 看完這個 蓋橋遠處那邊在蓋的 都是一些新的建案 建案住宅 其實那區以前 算是頭份這邊的 就是風化區吧 就是很多那種酒店啊 小吃店啊 什麼什麼越南 什麼東南亞店那種 都在那個地方 他現在好像是規劃成 規劃成住宅區吧 所以現在都 一直蓋新的那個建案出來 一直在蓋喔 因為這邊附近 其實環境還不錯 因為有這個 有這個公園啊 圖書館啊 運動場啊 所以這邊 蠻適合居住 你看這邊也在蓋 那也是公園地本 那個好像 好像是叫做上德會 還在蓋 因為都一直在蓋 然後 那邊遠處也在蓋喔 這邊真的蓋很多住宅 但是都不便宜啦 大概都要上千萬以上 反正新的房子都比較貴啊 對 所以這區其實蠻適合居住的 你看這個 那個人這個人群大都很大 還不錯看一下 看這棟是叫做 好像叫做維瓦地吧 對不對 對沒錯叫做維瓦地 也是也是住宅 還不錯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個 上品院隔壁的建案 維瓦地喔 我們一樣上這個 實價登錄這邊查 查他的已經成交的結錄 看一下喔 55瓶的 要1400萬左右 單價是1瓶至 27.8萬喔 它是比較新的建案 烏林才3.7年而已 還可以吧 我看一下 55瓶 看他的公設比 查到他的公設比是 30嘛 所以 可以使用就是0.7 我們看 55 乘以0.7 室內使用頻數是38瓶 這也還可以啦 也算是不會很小的 然後看一下現在才賣的 哇 看一下這個 維瓦地喔 沒錯 你看55瓶賣到1800萬 我靠 這已經是 這個是比這個實價登錄這個 還 55瓶還有 這個賣1455 這賣1800 所以 就是賣高一點 這等於是在炒房 這些房仲也是幫忙在炒房的 好吧 其實在這一區說真的 我覺得也沒有那麼 那麼值錢啦 只是比較 比較新而已嘛 當然 鳥利這邊生活技能跟 台北還是不能比啊 台北 台北的話當然還是 比這邊好很多 像我們住在 我是住頭份嘛 啊 我之後 像我也是跑到 台北來 跑到台北這邊來 來定居啊 我也不會想要再住在 頭份族南那邊啦 因為畢竟從小就長 從小就在那邊長大 就覺得這邊 那邊就是這樣子啊 那我一定是想要往 更好的地方跑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房價實在是 太貴了 只是在 頭份族南已經到 一坪 二十幾萬 而且 而且總價還要破 快要 差不多接近一千五百萬 我覺得這邊潮太高了 你看這邊公園 就真的蠻適合休閒喔 等於說住在附近的 你一下樓就可以過來 運動場這邊 運動 還不錯喔 看一下喔 這個還在蓋的就是 上德衛喔 已經蓋這麼高 這一看呢 還沒有蓋 首先也是不便宜的 上德衛喔 你看他上德衛後面那邊 也很多洞 還在蓋 然後後面蓋好了 就是住宅室 這一次以前就是風化區 現在都蓋成住宅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看一下 我剛剛影片裡面 介紹的那個 上德衛喔 就是還在蓋喔 我網路上面這邊 查了一下他的資料 哇這網路看這個 介紹網頁都把它寫得很棒喔 哇什麼高科技聚落 然後 什麼住宅 不過他的確是 那個住宅 住宅運動工人第一排 就是等於說你下樓之後就可以馬上去運動 這點是還不錯 看一下 哇這介紹的很棒 10.2顆星 哇又一個缺點 優點超多的 對啊這個上德衛今天還是新改的喔 就是我 我們現在在拍的時候他還在蓋 他還沒有蓋喔 我們看一下他的價格 這個應該是大品數的 對這個74品 哇總價值1950萬 哇這個是 這個價格也太高了吧 只是在一個 在一個竹男而已就賣到1900 快2000萬了 他的我看一下 哇主建物 主建物是35坪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很大 對啊其實你花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在買公社嘛 你看公社就 18坪 附屬建物這也是不能用的啊 所以 真的是房價很高喔 對啊這就是竹男的新建案 要快2000萬喔 小孩當然什麼都不懂耶 不能什麼都順著他 對啊 看一下這區就是 對那邊風華區 那邊還有以前 對那邊還有風華區 你看那個白家 白家樂 對啊這邊還有酒店 還沒有拆掉 黃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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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城也是嗎 就那種打小鋼豬的那種 小鋼豬 對啊這區 這區是風華區 黃金城 還沒有整個拆掉齁 還有一區 你看後面有一些 後面的建案就是還在蓋這樣子 小心 這個是蓋好 完燈 這個是蓋好 你看左邊那邊也是打電動的 黃金城 然後這邊 蓋好多棟建案的 這邊都是 新的建案 看一下 然後這邊在直走 這邊在直走過去就是中央路 對 是蓋好的 中央地 蠻高的 樓下還有全家 就我們這裡就買了 那是說九層那一隻 對 頭犯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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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是認為說 現在的房價的確是真的是太高了 就是應該也算是一種 必然的趨勢吧 因為現在物價越來越高 那房 建房子的成本 也會越來越高 反正我覺得還是說 就是說 他的房子就是這樣 只要你稍微靠近市局一點 只要稍微有點就業機會 然後都會被炒 都會被炒得很高 這就是這種現象 我也 反正我未來是 我是不看到房子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未來的人 越來越少 那房子越蓋越多 那最後就是大家都沒有人住 對不對 反正現階段我是覺得 我們有房子就住 就好了 有房子就住 然後也不一定要去買 新的房子 我是 我是看出來這個房子 所以 我們就等吧 等到未來台灣人變少了 那 空污一堆 那他自然 自然就會 自然就會跌下來 然後因為現在 台灣算是 應該是少值貨嘛 然後大家都不升嘛 所以那 那之後 之後 這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那台灣人就越來越少了 那台灣其實現在是 死亡的比數真的還要多很多 所以 台灣人可能是一直來減少的話 那能一直減少 那現在新蓋的房子 就沒有人住嘛 那 舊的那些房子 那你要有辦法去把它都更啊 把舊房子全部拆掉 再蓋新的 再蓋新的之後 這樣 可能 才有新的房子可以賣啊 那蓋新的房子 那台灣人越來越少 那也沒有辦法住 所以 所以最後 欸 要什麼 需求 小於 小於攻擊吧 那攻擊方就會降價 所以 我是看隨這個方式 未來房價一定會下跌啦 因為人越來越少